我告訴大家的是使用上的技巧 1 2 3 4 看三小 1 2 3 4 看自己 1 2 3 4 看三小 就這麼簡單 那1 2 3是什麼呢 1 2 3 也是看自己 1 2 3 也是看三小 反正就是1 2 3 按三下跟按四下 你自己去揣摩怎麼用 那將來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有的人呢 你要記得齁 這個東西跟不過來 跟不過來 不是他有問題 這叫滑順的一個被之曲線 那如果說 這樣子跟 這樣跟 馬上就跟到 那個畫面就不能看 拍出來像機器人一樣 不如不拍 他要很滑順的 慢慢的調過去 調過去 調路過去 待會跟大家講倒拍 低腳倒拍 那麼他這個東西呢 可以用手機做遙控 上下左右 通常用不到 除非你掉掉病 也可以買一個遙控器 上下左右 都可以這樣做 另外呢 你只要裝手機 裝上去之後 再用手機的自營APP 這裡變RUN IN 這裡變RUN OUT 這裡變拍照 變RUN IN 好 只要這個台也可以裝手機 同時也有 臉部追蹤 你手機裝上去之後 把你按一下 那麼這台機器擺在這裡 你能走到哪裡 他會自己跟著你 好 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好看喔 按兩下 1 2 這個時候這裡就用到了 這裡就用到了 這裡就用到了 那這裡顛倒怎麼辦 轉正嘛 人是活了 你就轉正就好了 顛倒怎麼辦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形成低腳拍攝 好 那麼千萬記得齁 台北高雄都有捷運 你這樣子貼在地上 在捷運這樣繞一圈 基本上一定進警察局 所以這個叫警察局模式 千萬不要亂用 會處事情的 一定會被你看光光 好 以上整個重點來說 額 這個 可以交換 再來看這裡 哇 好 按一下 Muscle很容易 好 接下來呢 省力注意的事情 握 走路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 手要輕 千萬不要 握 你只要握 它會反作用 畫面會更差 再來 長時間拍攝 用你的排骨 當作腳架 你如果 穩定器 你用手握 握緊的那種拍法 基本上都是個 畫面都不漂亮 有點像那個 跟女伴跳華爾茲 那種輕柔度 尤其身體的 軟硬度 一定要像 像太極拳一樣 一定要像太極拳一樣 走路要走 專業部跟痔瘡部 那麼 在走路的時候 我會建議按一下 學好你的位置 大概呈現這個角度 呈現這個狀態 這樣走路 一定要這樣走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你拍出來的畫面 在走路的時候會有shake 會有shake 好 這是以上 穩定器裡頭 操作上裡頭的 一些基本技巧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好玩